夫妻吵架险爆汗,新北市泰山区一对夫妻,新天中午阴系在民权街住处争吵,没多久,两人暴气走出家门,来到社区大楼13楼顶,随后爬上4公尺高的水塔上继续征战,不一会儿,两人竟从4公尺高的水塔上,坠落到13顶楼平台,索性警销赶紧协助送医急救,没有生命危险,至于确切原因有待警方调查理清, 警方表示,新北市泰山区图姓男子50岁与张姓妇人47岁两人竭离多年并育有一子,已家住在民权街移动社区大楼2楼,但近来两人因细故不时升起口角,新天中午12时30分许,两人又在家里呛骂争论,没多久,图,张两人暴气从2楼住处走出,随即搭乘电梯直达社区13楼顶, 还爬上4公尺高的水塔上继续争骂,其子健壮委后两人上楼,虽极力劝服两方情绪,但两人似乎怒火中烧,无视其子亲情喊话仍持续争骂,突然间,两人大叫一声,夫妻两硬是从4公尺高的水塔上,往下坠跌到13楼顶平台,当场摔跌不起, 妻子贺德赶紧打电话报警求救,警消货报赶底,检视两人伤事,图南左腿近骨疑似骨折,张富伟追错伤,两人一时清醒,紧急送医急救并无生命危险,至于坠落原因为何,双方又为何失口角,相关疑点仍待警方调查后厘清,突发中心曾博凯,新北报道发稿时间15点08分,改稿时间16点01分, 苹果关心你自杀解决不了问题,却留给家人无比悲痛,请珍惜生命,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自杀防治咨询安心专线,080078899524小时生命线邪谈专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看了这则新闻的人,也看了,嫌举作弊却被要求道歉,小六女类诉我做错了吗? 贤普悲歌,继龙三男女爱怨,取暖唱完歌静相约,烧探手女劈腿二亿婚男谈判引杀金酿一死一伤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不注册会后悔,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杠-tw.adai.ly-ml924upcsu关键字跳水塔四米泰山夫妻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